这是下暴雨时候的吞绑天窗 水非常的浑浊 水量很大 经过了几天的沉淀 水变成这个样子的 但是水还不够难 大家好 现在我是在冬庙的吞绑天窗 大家心心念念的 吞绑天窗 现在终于有水了 这真的是不吹不泡 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出水了 弄来弄去 等了那么久 现在终于有水了 现在水位还没有最大化 最多是贫水期 不过还是可以从桥上面跳水下去的 水还是够深的 肯定有人说这里是去年拍的视频 我只能说早来早享受 这几天持续的高温没有下雨 而且水位下降的特别的厉害 好多人拿皮疙瘩 不过这里人太多了 我不想在这里游泳 现在出发去九龄天窗 看一下这边的水位 弄公湖 九龄天窗这边的水也涨了 现在九龄天窗这边也涨满水了 好多人在这边钓鱼 桥墩这一边的水现在也比较轻 比较适合泡水 现在九龄天窗这一边看不到海菜花了 估计要到十月份以后 真的是太神奇了 一夜之间地树地下河涨水了 登榜天窗 九龄天窗 这些天窗都有水了 现在正是地树地下河的风水期 欢迎大家来到都安游泳 在地树随便一条河 这里的水都非常的漂亮 这个天窗的水也是非常的清 看到没有清澈 水是从这个山洞里面流出来的 最主要的是这里还有一棵大树可以遮阴了 吞榜那边是没有大树可以遮阴的 而且这里还比较适合小孩子玩水 这个水好冰啊 哇我们去到里面去吧 去到那个洞那里泡水 看一下这个树心水比较好一点 下面的石头比较各种 啊在洞这里 泡水真的是太舒服了 哦好凉快 吞吧我就不去了 这里人太多了 我还是来到我这里 诗人御池在这里泡水 现在这个水温真的是刚刚好啊 晒过活神仙了 看到没有 这个腿毛啊清晰可见 这个水是从下面那个石缝里面冒出来的 真的是一夜之间了 讲了那么多水 这些小孩子从小在天窗学游泳都不怕冷了 出门就可以游泳 非常的羡慕他们 现在吞榜天窗 90天窗都非常的适合游泳 这期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大家拜拜